透过推广活动 希望能够帮助身心障碍团体促销中秋节礼品 社会局为了让企业团体及社会大众了解身心障碍的努力及能力 每年都会利用中秋佳节送礼习俗 协助身障团体促销秋节礼品 我们每年我们高雄市政府都会举办我们身心障碍 庇护工厂的一个秋节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也主要是说在于就是希望我们刚好市民 能够多多的接受我们身心障碍 以及庇护工厂所生产的一个秋节产品 那我也相信像我们每位家参访 在秋节产品的部分品质上都有走认证 希望也能够提供民众一个更好 然后更安心的一个选择 谢谢 有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庇护工厂 有18位身心障碍的工作同仁 那基本上我们的营业项目除了我们秋节礼盒之外 还有餐点跟中式的便当 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跟认真 然后我认为我个人认为他们其实是很努力的一群 那有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我也希望说更多民众能够看到我们身障朋友的努力 跟支持他们 因为有支持才能够让我们有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谢谢 这个部分是由我们的在产品的生产的部分是由我们的老师做指导 然后从老师的一个指导协助让他们从比方说从揉面 从制作产品塑形到整个的包装都是由我们的18位身心障碍的工作同仁做分工合作的一个动作 成立屁股工厂提供生活照顾 社区服务及推广身障休闲运动外 更希望借由大众力量 支持肯定身心障碍者 让身心障碍者逐步自立 活出自在 乐活人生 特别呼吁大高雄市民团友 全力支持与接纳身心障碍市民踊跃订购身障产品 时报新闻王天伦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